28号的国民党拳戴会 来迎着力打造党内大团结的气势 但是郭台铭却因人在海外为由 缺席了拳戴会 对此不少党内人士都呼吁团结 并且喊话郭台铭 希望他早日回到国民党团结的队伍当中 一同迎战2020 郭台铭初选落败后 就立刻离开了台湾 至今尚未返回 外界质疑他会脱党参选 尽管幕僚早先否认了这一说法 但近日郭台铭将与台北市长 柯文哲合作的消息不断 加上全代会的缺席 让郭初走的传闻再度甚嚣尘上 也让完成提名后的蓝营整合充满隐患 28号多位蓝营重量级人物向郭喊话 希望他大局为重 国民党这次一定要团结才能够胜选 既然能够参加初选 就讲话要算话 而且输了就要承认 同时输了也要让国民党能够团结起来 任何人现在还要再制造新闻 制造国民党会分裂的假象 都是历史的罪人 我在这里要呼吁 既然你们当时请了郭台铭先生出来参选 那也请你们把郭台铭拉回来到国民党 行程吧 我想每个人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个盘算 可是心中应该都有一定的规范 有一定的为大局着想的这种胸襟 针对缺席全带会及舆论传闻 有郭台铭幕僚表示 郭预计8月初返回台湾 如果有下一步动向 到时候会跟公众报告